高雄十四辆机车路桥上撞一团 他们是同校女学生 连接高雄陆族及弘烈区的 28号省道竹湖路桥段 12月5号下午5点 发生四部机车连环状的意外 造成两人手脚踏错伤 机车驾驶人四里九车 均无酒驾情势 十四部机车在竹湖路桥机车道 几乘一团 14名骑士中有13名为女性 成为同一所专科学校的学生 昨天学校有办校训的活动 警方通闭车道 将同为20岁受伤的 谢信吉杨信宇学生送医治疗 耗时1.5个小时 才将入口状况排除 第一部车就是因为 发现车的太多啊太大 就有一点算是急煞 后面因为可能没有保持好安全距离 一步追上一步 以八年环称呼的第一部机车骑士 十九岁陈女说 就是因为担心车多会追撞 才放慢速度 想不到反而造成追撞 竹湖路桥路面机车道 算是比较狭窄一点 摩托车一多 一部车会追撞 也算蛮普遍的啦 警方表示竹湖路桥慢车道 宽度仅2.1公尺 两部机车通行已险拥挤 伤有不善就已发生碰撞摔车 呼吁行进该路段 务必放慢车速 并保持安全车距 东新闻高雄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